纵观全球,绝大部分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比较单一,其中部分国家与美国维持着亲密关系,比如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部分国家与美国完全对立,比如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只有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说中美对立的话,但两国在一些领域保持着合作关系, 如果说中美亲密的话,但两国在台海、南海等议题上的矛盾非常尖锐,近期中美至少在两大方面进行了合作,或者说进行了一些利益交换 首先,最近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23年11月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于2023年11月增持124亿美元,结束连续7个月抛售趋势 虽然美债是投资产品,但不意味着中国购入美债只是投资行为,也有帮助美国缓解危机的意味在里面 美国政府原本在今年1月19日面临再次关门危机,但在1月18日,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了一项临时预算案,消除了政府将部分关闭的风险 美国从哪里借到的钱,其中可能有中国的贡献 除了美债议题外,美方还请求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帮忙 1月24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过去三个月内 美方多次促请中方敦促也门胡塞武装,减少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以免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之际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中国有没有帮美国的忙?答案是可能有,今年1月10日,安理会表决通过了一份美国和日本联合起草的关于红海局势的决议草案 对于这份草案,中方代表投下的是弃权票 其实,中方代表完全可以投反对票的,要求美日对草案进行修改 如果进行修改的话,美英就缺乏对也门发动空袭的正当性 但是中方代表直接投下弃权票,此举有适当迎合美方诉求的意味 中美在一些领域合作的同时,在其他一些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海问题上,美方再次发起挑衅 1月24日,据海峡《导播》报道 美国众院外委会印太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贝拉24日率团窜台 预计将与蔡英文会面,还将败回赖清德 贝拉办公室声称,此行的目的是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声援对民主价值观的共同承诺 继美议员窜台后,美海军配合,做出动作 同日,据东部战区发布的消息 美飞恩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对于美台沟连,解放军强势出击 同日,台岛防务部门发布台海军事动态 发现大陆12架次军机、5艘次战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此外,还有两个空飘气球逾越海峡中线 美国在台海问题上挑衅不断 是否意味着中国白买美债了 也不应该在中东事务上帮助美国 中国对美斗争的策略是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会与美国合作 当美方做出损害中国利益时 中国坚决斗争,只要美国挑衅一次 中国就必定斗争一次 中美关系注定是复杂的 需要从多个维度看待 可能有一些事情不被人理解 但要清楚一点 中美合作与斗争并存的现状 至少比两国爆发冲突要好 在楼上下放入户争并存的现录像中 中美人感觉有关系尽在楼上下放入户争并存的现状